首先来看到内地股市方面 护纸今早是大幅的高开 盘出是股指有小幅的调整 那么随后熊安新区概念股 以及金经济概念股是爆发了 带动到护纸全天震荡上行 并且是于盘中站上了30日线 创阶段新高 截止收盘来看到上正宗旨 收报在370点升了47点 深圳城旨 收报在10627点升198点 再来看到港股方面 横止今早高开 那么临近五盘是迅速的 跳水了 随后是有涨转跌 午后横止一路走高 截止收盘恒生指数 收报在24400点升了139点 全日成交额在1025亿港元 好 佩特尔 其实跟这个上周节目当中 我们在亚头的商情当中 预测的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 A股一开始之后 熊安新区概念股 就有一个补涨 而且是轮番的有一个涨跌停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 其实不光是带动到了 这样一个港股市场 以及A股市场 而且它也增添了风险偏好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在大洋彼岸的美股 当中相关这种熊安新区的概念股 其实也是有所爆炒的 但其实你觉得像熊安新区 这样的概念股 有没有一个来盈利的逻辑呢 或者说它这种向上行情 还可以维持多久 其实熊安新区带来一个讯息 就是政府说了 经过了这个城镇化的几年的布局以后 后面自然的发展 就是把那个各种各样的 就是这些地方把它聚起来 聚起来的方式就是透过一些枢纽 枢纽的地方 当然这个发展不是那么快 不是一年两年之间 就是全部都建好的 所以这整个中国那么大 还有华中 华北 华西 除了华东 华南以外 所以这整块里面 有些中心区 还是会有这种方式会做 这个带出来是什么问题呢 就未来就需求很大了 就带水泥 建材这些 还有三四线城市 就说了就是三四线城市 不是什么鬼城不鬼城的问题 就将来会启动到 因为这个高铁 动车 都拉动到这个整个城市 跟城市之间的 这个更紧密的 这个后面会带动到 就是那个物流 零售 各种各样都会起来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 是非常大的一种的计划的难途 所以也就是说可能 在最近这个周期里面 一个是看一个雄安兴趣的概念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第一part的时候 你也说到包括像这个 一带一路的板块的概念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来留心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虽然这个资金有所回流 但是并没有来带动到港股的上升 而且今天还最后出现了一个跳水 你怎么来看近期港股的走势 港股其实跳水也不算很多 就是潜水 跳下去也不多 反正很快又上来 其实总的来说还是看基金 最近这几天就长假期 港股通停了 闸口没开 所以钱进不来 所以市场淡静一点 那后面刚刚今天又开盘了 就慢慢资金也流热了 就今天尾盘也是收得还是不错了 像比开盘前时间会好一点 所以总的来说我相信后面 还是慢慢会上市 然后中美的这个见面 后面也会有个拉动 说不定也会能见到 这更高的水平是两万五 总的来说国企股 它是由它的吸引力 所以现在无论是国企改革也好 无论是政策也好 这都是会对这些板块的个股里面 会有支持 后面就是那个港元美元挂钩 港元的资产相对来说会稳定 因为美元是趋于稳定 所以也是吸引到外来的投资者 所以我相信港股应该是有波行情的 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个豪赌股 的确是这个豪赌股最近表现是不错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 说这个澳门公布三月豪赌收入 按年是升18% 那么小摩就预计说 四月份增长 几乎13%到15% 所以你怎么来看 这个板块之后的走势 升是有升 但是比对早几年前是放慢了很多了 所以这方面特别在那个VIP的 那个赌厅的上面影响很大 这个也是限制到另外是房地产方面 澳门也是有调整 所以这种种的话 我相信还要多看一两个季度的数据 目前这个赌业公司已经股价升不少 这个水平已经非常到位了 所以特别应该不要再告罪 那简短来说这个美股呢 美股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态系 因为是特朗普效应 特朗普在这个事情上边 给了国民的信心 然后后面他加息的事情 就讲了最坏的事情 就杀戏事 也讲了一些非常 就是保护主义的 西裁的事情 但后面能不能真正地做 不一定能做 不做的话 但是好消息了 这样就慢慢又会返回来 所以美股应该是 还是在一个很优势的过程 还挺乐观 好 我们来跟上下一条新闻 好 谢谢大家